第204一章 灯火阑珊 那女子 东梅 小说 仙妮 作者 尔根 九弟不甘心中 无奈地离去 随着其身影渐渐虚化 慢慢地无影之后 这海强风暴旁就只剩下了包括玄罗等在内的五人 你们也退下吧 这最后一天的阴生 就连本尊也需全力对待 你们即便留下 最终也无法踏入这一次的太古神经开启 这一点 老夫也是数日前 方才察觉 古道看着那海强风暴 缓缓开口 玄罗三人沉默 向着古道一拜 在看到九弟三人无奈地离去后 他们就已经知晓 这一次的开启 不是他们可以参与的 正要离去时 亡灵起身 走向玄罗 师尊 玄罗抬头 看着亡灵 脸上露出了微笑 师尊转世在即 弟子这一次踏入太古神境 若能平安出来 会守护师尊转世 若没有走出 有此物在 也可让师尊平安 亡灵望着玄罗 右手抬起虚空一抓 立刻便有一个玉碱出现 恭敬地递给了玄罗 玄罗拿着玉碱 他没有立刻去查看 而是望着亡灵许久之后 轻声开口 保护好自己 亡灵点了点头 玄罗闭上眼 再次睁开时 转身与宋天和那几古道尊 向着后方化作三道长虹呼啸而去 转眼不见踪影 此刻 在这海墙外 便只有亡灵与那古道二人 默默地存在 时间缓慢地流逝 转眼已是黄昏 距离开启之时 只有半个时辰的一刹那 这海墙风暴的轰鸣 达到了最巅峰 形成的虚无漩涡 在急速地转动下 乍一看似被禁止一样 仿若没有旋动的样子 但越是这样 就越说明奇速之快 已然到了一种惊人的程度 随着那漩涡的转动 这海墙风暴外的海水 似被这漩涡吸取一样 以极快的速度 脱离出海墙的范围 直奔那漩涡而去 漩涡似吞噬一切的黑洞 不断地吸取大量的海水入内 使得这海墙的范围与大小 急速地骤减 当此地的海水全部被吸尽时 便是太古神经开启之时 古道望着那海墙风暴 缓缓开口 其声音在这轰鸣间 依旧清晰地传入亡灵耳中 我踏入这太古神经 是为了让我妻子复活 又为了什么 亡灵看着那漩涡 在快速地吞噬海水 用不了多久 这海墙风暴 将会完全消失 慢慢说道 为了一个答案 古道转头 看向亡灵 一个我传承了古祖的记忆后 在他记忆内的迟疑 我去帮他将这个迟疑的猜测 确定下来 我等这一天 已经等了很久 你的到来 是我找到这个答案的契机 答案 亡灵难难 找到这个答案 或许我就可以离开古族的大地 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了 古道墓中 闪过一丝复杂 你那里有先祖的头颅 你应该看到了 先祖死前 是安详的 没有痛苦 古族 同样也已经死去了 他的死 我在其记忆内可以感受到 带着迟疑 带着不幸 带着抉择 他走向了死亡 他们两个人 都在以死为代价 去追寻一个答案的同时 也为先祖与古族 留下了传承的根源 或许是保护吧 古道难难 四周轰鸣不断 那漩涡一直的吞噬中 海墙风暴只剩下了不到一半 那大量的海水 消失在了漩涡内 不知去向 用不了多久 所有的海水都将消失 古族与先祖 发现了一个 他们无法置信的隐秘 他们迟疑 怀疑 最终为了追求真相 走向了死亡 我如今 也要去追寻答案 古道收回了 看向亡灵的目光 而是望着那快速缩小的海墙风暴 沙哑开口 亡灵沉默 半个时辰的时间 渐渐流逝 那海墙 风暴中的所有海水 当全部被那漩涡吞噬得干干净净后 那轰鸣之音 却依旧惊天回旋 在亡灵与古道的前方 没有了海墙环绕的 那九个巨大的通天柱子 散发出刺目的九色光芒 其所组成的那太古神经大门 缓缓地 开启了 在其开启的一瞬间 一股波纹从这大门中向外扩散 其扩散的速度难以想象 瞬息就横扫整个苍茫盆地 向着古族大帝 向着仙族大帝 漠然而去 当这波纹 在这苍茫盆地内扫过时 此地的风 静止了 那天空中远去的宋天等人 三道长虹 静止在了天空 一动不动 大地上 古族的大路 凡人也好 修士也罢 一切存在的生灵 在这波纹扫过时 保持着那一瞬间的动作 全部静止 火 江河等等的一切之物 也都于此刻 静止不动 那几古大地上 有一处正在飘落雨水的区域 而此刻 那雨水也静止在了半空 一动不动 仙族大帝 同样如此 九帝三人 还有双子与那仙皇 还有那无数的修士与凡人 以及诸多的仙兽 均都不动了 天地五行 一切规则法则的运转 一切的一切 都在这一瞬 完全凝固 整个仙刚大路 在这一刹那 一片寂静 唯有这苍茫盆地的中心 那有九个柱子组成的大门 在缓缓地打开 直至片刻后 完全地开启 其内九色光芒缭绕 隐隐露出了一个 不知通往什么地方的通道 这一次的开启 果然与以往大不一样 古道难难 那古波纹内蕴含的力量 可以禁止 踏天静下的一切存在 古道双目一闪 没有丝毫迟疑 在亡灵之前 身子一晃直奔 那打开了大门的九色光芒 而去 渐渐消失在了旗内 不见踪影 此刻 在这大门外 就只剩下了亡灵一人 他闭上眼 再次睁开时 走向了那大门 一步一步 踏入了进去 在亡灵走进这太古 神经入口之后 仙纲大路上 那被禁止的一切存在 与瞬间同时恢复过来 诡异的是 几乎无人能察觉 那一刹那的禁止 修士不行 古族族人不行 就连那所有的大天尊 都没有丝毫地意识到 他们在方才 失去了约十夕的时间 这十夕的时间 从天地中 从五行中 从每一个凡人中 从每一个修士 与古族族人中 从这八个大天尊身上 全部失去了 似被一股诡异的力量 吸走 这股力量 取走了仙纲大路 万物存在的石膝 消失在了那 太古神经的大门内 当整个仙纲大路 恢复时 那苍茫盆地中的 九根柱子 力涣散 爆发出了 遮盖了天地的光芒后 消失无影 随着九根柱子的消失 那太古神经的门 也自然而然地不见了 当这苍茫盆地中心门散去后 那唯一 还存在的巨大的漩涡 其内传出了海的咆哮 却见无穷无尽的海水 从那漩涡内 宣泄而出 倾盆一般 洒落在这苍茫盆地内 那海水落下 轰鸣之音回旋 数个时辰后 轰鸣盆地 再次成为了大海 那大海 依旧似无边无际 海浪拍击 轰鸣之声消散 被那恢复如常的海 的浪音取代 一切都恢复如初 仙族大帝是这样 谷族大帝也是如此 之前全部的静止都恢复过来 包括那十股一脉中的黑石城内 一间典雅的庭院屋舍中的两个身影 那屋舍不大 其内摆设较为简单 可却有一股温馨之意弥漫 床上 躺着一个老妇人 她的脸上满是皱纹 但却依旧可以看出 她年轻时的美丽 在这老妇人旁边 有一个女子 这女子穿着白色的衣衫 看不到样子 只能看到一头绣发垂落 背影很美 只是在那美丽中 却是有一缕悲哀撩肉 让人不由心生爱怜之意 仿佛那水中的鱼儿 看不到眼泪 但当她在水面下看着你时 或许你捞出一掌水 放在嘴边舔一下 可以感受到 那眼泪的味道 东梅 我要去陪常依了 你不要哭 我走后 就剩下你自己一个人了 你和我不同 我只是普通的族人 寿缘有限 可你具备了骨脉 可以修行 要好好照顾自己 那老妇人一脸的不舍 轻声开口 她 是宋志 宋志毕竟只是古族 一个寻常族人罢了 五百年的寿缘 已经是她的极限 我知道 你的身上存在了故事 我很多次 看到你独自一个人 流着眼泪 看着天空发呆 我甚至还记得 当我和你说起 当年于盗谷皇城的一幕幕 说起那叫做亡灵的男子 他与李木婉的故事时 你暗淡抢笑的样子 东梅 答应我 如果忘不掉 就不要强行让自己难受 那老妇人看着眼前这个 从小与自己一起长大的女伴 难难着 她永远记得 当自己第一次 与东梅说出亡灵这个名字时 东梅愣在那里的表情与惆怅 她也还记得 在五百年前 那亡灵送自己回来的一路上 不但与自己说了李木婉的故事 还与自己说了一个 叫做李倩梅的女子的往事 转世之人 东梅 李倩梅 是一个人吗 那老妇人没有把这句话说出 而是看着眼前这个美丽的女子 慢慢地闭上了眼 本章完 第二零四二章 灯火阑珊 缺的一个 小说 仙秘 作者 耳根 什么是太古神境 这是在仙纲大陆上 几乎每一个修行之人 代代拥有的疑问 即便是大天尊 对于太古神境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来自何处等等诸多的疑问 都没有答案 虽说有不少人都曾进入过太古神境 可他们回来后 却是自己也说不清 那是一个什么地方 亡灵看着四周 天空是红色的 没有星辰 没有日月 但却存在了柔和的光 大地 是一个原形 在这里 他的神识收到了限制 无法散开弥漫整个大陆 他只能看到 附近一处处山脉纵横 还有一条条极为漫长的裂缝沟壑 走在这大地上 亡灵沉默 他的眼中露出迷茫与熟悉 默默地向前走着 在他前方的一条沟壑裂缝外 亡灵止步 他低头看着那大地的裂缝 这裂缝底直 没有丝毫的弯曲 如被人一箭豁开 阵阵淡淡的黑气 从这裂缝内散出 升空后又消失了 从这里 看向那裂缝深处 一片漆黑 似什么也没有的样子 亡灵沉默了少请 身子向前一步 迈去 跨越了这条巨大的裂缝 向着更远的地方走去 时间慢慢地流逝 也不知过去了多久 亡灵看到了更多的裂缝 更多的山脉 那些裂缝的样子 大都相似 均为笔直 四剑风豁开 圆形的大地 亡灵喃喃 他双目一闪 身子慢慢升空 向着此地的天幕缓缓飞起 随着他越飞越高 渐渐地 在他的脚下 那大地的轮廓四缩小 当亡灵站在了这天空之巅时 他低下头 看着下方的大地 眼中的熟悉之意 更浓了 这圆形的大地 那一道道深深的沟壑裂缝 彼此的排列非常的规则 它们组合在一起 使得这圆形的大地 看起来好似一个罗盘 一个巨大的罗盘 那裂缝便是刻度 那一处处交错的山脉 则自然地形成了一个个 透出沧桑的符纹 罗盘没有指针的轮盘 亦或者说 这罗盘的大地 也并非完整 它缺少了一半 亡灵目录奇异之盲 他看着大地 渐渐看出 这圆形的大路 有一半似虚幻 隐隐有些不太真实的感觉 沉默中 他的目光从大地上扫过 最终凝聚在了此地的正中心 那里有一座山 一座高耸入云 但却飘着七彩雪花的山 看着那座山 亡灵目中露出了复杂 此山 他在石谷祖庙内 在那古道三分神石 曾于飘渺中见过 在那石谷祖庙内 于虚化中 他看到的此山上 有一个抱着身体的身影 在仰天气候 在质问这个天地 可现在 他的目中 那座飘着七彩雪花的山上 没有那抱着尸体的身影 反倒是有一个他熟悉的人 盘膝坐在那里 此刻 正望着自己 他的样子 似老非老 全身弥漫了七彩之芒 目中带着激动与兴奋 正是如天韵子 如七彩先尊 如道古国师之人 在这身影的后面 在此山之后 有一座桥 此桥一端连接了大地 另一端 则是融入天幕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弧形 那桥的样子 看起来与踏天之桥 几乎一摸一样 那与天连接的地方 王林隐隐私看到 在那血色的天幕后 有一片模糊的虚幻 那虚幻中 似有两个身影 模糊不清 让人看不透 这一幕 与他在踏天之桥上 所看的那地九桥后的虚幻 是相同的 你终于来了 天韵子看着王林 大笑起来 王林的目光 从那桥上收回 看向天韵子 没有言语 迈着脚步 一步步走来 片刻后 他站在了那飘着七彩雪花的山上 看着四周的七彩雪花 落在身上 落在四周 王林轻叹 老夫等这一天 已经等了很久很久 王林 这一切只是 你的一场梦 但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 你的梦会出现扭曲 天韵子笑声中 双手抬起 向外猛的一挥 这一挥之下 立刻这圆形的大路 顿时掀起了轰鸣之声 在那轰鸣间 却见着大地上 那诸多的裂缝内 同时爆发出了 浓郁至极的黑气 这些黑气卷动升空 直奔此山而来 于瞬间 这黑气就遮盖了 天空的血色 在王林的前方 在那天韵子的身后 这些黑气相互凝聚 化作了一个巨大的身影 那身影极为高大 似撑起了这里的天地一样 远远一看 此影似穿着宽松的黑袍 遮盖了脸部 但王林还是能认出 此身影的样子 与眼前这个天韵子 是一样的 王林 即便你前世是 踏天境的强者 但在这定界盘内 老夫就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整个仙纲大陆 此地 是老夫唯一可以将你 吞噬融合的地方 在这里 你的梦会扭曲 从此之后 老夫就是你 那巨大的身影 传出了嘀吼 声音轰隆隆 回旋四周 前世吗 王林看着天韵子 看着其身后那虚影 神色平静 看来你还没有想起 也罢 老夫让你死前 明白这一切 那天韵子站起身 退后一步间 与那庞大的黑影融合 掀起遮盖了面孔的黑袍 露出了齐妖艺的脸 仙纲大陆 是不存在的 只是你以梦幻化出来 实际上 这里是一片虚无 是属于逆尘界的一部分而已 虚无吗 王林沉默 不信吗 没有想起前世记忆的你 在老夫看来 极为可怜 王林 老夫告诉你 宇宙苍穹 存在了四大界 此界为逆尘界 每一界都有一样质宝 逆尘界的质宝 便是定界罗盘 也是唯一的空灭质宝 这太古神境 就是逆尘界的定界罗盘 天韵子所化那巨大的身影 双眼露出激动之意 至于你 在前世是为天地最强之人 踏天境之羞 你本该叱咤逆尘 但你为了 想要去复活一个女子 从守护者那里 借走了定界罗盘 要以此 来复活你的妻子 你更是以自创的梦道之术 亲自散开真我 重画轮回 试图让梦想成真 去在轮回内 让你妻子复活 逆转天地变 即便是老夫 对于你如此疯狂的举动 与想法 也很是震惊 天韵子看着王灵 话语回旋 原来是这个样子 那么你到底是谁 王灵闭上眼 片刻后睁开 望着那庞大的身影 缓缓开口 老夫是定界罗盘的守护者 你当年就是从我手中 抢走此物 我有个弟子 你应该认识 他的名字叫做墨智 天韵子悠悠说道 王灵沉默 那天韵子双眼 微不可查地一闪 右手抬起 一挥之下 其身体内的黑气 漠然散出一部分 在这天空上 形成了一个黑色的漩涡 渐渐地 那黑色的漩涡内 似有一幕幕画面出来 你若还不信 可以亲眼一看 这一幕幕的真假 你自己可以判断 那黑色的漩涡中 王灵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抱着一具尸体 仰天气候 他看到了那个自己 在不知多少年的过去 复活李木碗失败后 那悲哀的神情 那愤怒的声音 还有那疯狂的双目 天让你死 我也要将你抢回来 我要碎灭这天 轰开这地 我要沉入轮回 将你的点点滴滴 从轮回中取出 重造生生世世 若我依旧没有成功 则我王灵永不苏醒 与你沉浸在那轮回中 直至永恒 王灵看着那漩涡的那画面 那一幕幕往事 在他的脑海内浮现出来 似这些记忆本就存在 只是他一直遗忘了 你之前为了让我来此 告诉我 在这里可以将李木碗复活 是真是假 王灵沉默了片刻 看着那天运子 缓缓说道 可真 可假 定界罗盘 是这逆尘界 唯一的空灭之宝 它可以改变一切 不过 你没有这个机会了 见王灵 至今依旧神色平静 居然没有丝毫意识扭曲 这让天运子内心有些迟疑 此刻听到王灵的话 他犹豫了一下 没有轻举妄动 他隐隐觉得 似有些什么地方 不对劲 那是什么桥 王灵右手抬起 指着那天 运子由黑气组成的身影后 那连接的天地的桥 定界罗盘的踏天之桥 也是逆尘界一切众生 在修为达到了一定程度后 感受到的踏天之桥的本体 天运子内心那种不妙的感觉 越加清晰 但他怎么也想不出来 到底是什么地方出现了变化 你是在迟疑与猜测 我为何没有意识扭曲 如睡眠中的人 在僵醒的一刹那 出现得模糊之时吗 王灵微微一笑 看着天运子 平静地开口 天运子面色顿时一变 其庞大的身子 漠然后退了几步 盯着王灵 仔细地看了几眼后 露出了难以置信之色 你 不对 你就算是早就知道了前世的记忆 但只要来到这定界罗盘内 你就会从梦道中苏醒 以往的几次 你都是在这一步苏醒 这一次 绝不会不同 你不是守护者 而是缺的那一个 王灵看着天运子 缓缓开口 在其话语说出的一瞬 那天运子内心忽然咯噔一声 本章完 第2043章 灯火阑珊 轮回就在那里 小说 仙妮 作者 尔根 我本迟疑这一切 直至在石谷祖庙内 当我第二次去看到了 那飘着七彩雪花的山峰上 那抱着尸体的身影时 我的内心 有了不妙的同时 也生起了一个疯狂的念头 王灵没有去看那天运子 而是望着其后那座桥 缓缓说道 我害怕那一幕 是真 害怕复活碗失败 我害怕这一切 真的是我在某一世 相识了碗 可却用尽全力 也没有将它复活 直至让自己沉浸在梦道中 想要再改变轮回 梦想成真 只是 真的是前世吗 我不这么认为 我害怕这一切成为真相 所以 我要去验证 要去改变 王灵双眼一闪 露出明亮之芒 我当年在天逆珠子内 曾听到那里面有一个声音 这声音在不断地告诉我 缺了一个 缺了一个 我始终不解 到底缺了一个什么 我在洞府界 曾看到一幕虚幻 看到先帝白凡指天癫狂 后来我知道 他因是无意中看到了自己存在的世界 竟是一座洞府 故而他接受不了 疯癫了 如散灵上人一样 只是他没有散灵的勇气与毅力 这一幕 给我了启发 也给了我更深的害怕 还有在那洞府界 我冲击第三步时 出现的万古空门 还有那门后的声音 这声音 在后来我感受出 与那天溺珠子内 说出了缺了一个支音 很相似 直至我展开了 那疯狂的念头 直至我在洞府界 看到了极穷死后的头颅 那头颅上 留着一道神念 王灵话语间 右手抬起虚空一抓 立刻在其手中 出现了那极穷的头骨 头骨上 有印记符文一闪一闪 散发出冷冽的幽光 与一股杀戮的气息 一切 我有了答案 王灵看着手中的头骨 目中露出了复杂 天溺珠子内 那缺少的一个 就是你 你不是所谓的守护者 而是这定界罗盘的气灵 王灵猛地抬头 目光炯炯 他的目光 让那天 蕴子身子轻颤起来 原本 我对于复活玩的方法 很模糊 甚至我不知道 该怎么才能去 让其复活 直至在稻谷荒山上 你的出现 你所说的那些话语 被我记在了心中 随着此后我的经历 直至在石谷祖庙内 我看到了那气候的身影 我终于想到了一个方法 在我这个念头与方法实行之时 我也一直迟疑 我的存在 到底是真实的 还是一场梦 这仙纲大陆 又到底是否真实存在 直至我看到了这个头骨 亡灵喃喃 你 你想到了什么方法 天蕴子那庞大的身躯 此刻黑气不断地翻滚 他看着如此平静的亡灵 听着其冷静的话语 内心被一股恐惧弥漫 他发现 自己所了解的一切 竟与如今出现了极大的差异 这让他对于亡灵所说的 那疯狂的念头与方法 有了一种大祸临头之感 亡灵看着天蕴子 神色如常 我的方法很简单 我会留月之术 你知道的 我让我的杀戮分身 在大成之后 逆转留月 用我所用的修为之力 如逆转岁月一般 将杀戮分身 送回过去 将他送到无数万年前 模仿今生 展开属于他的梦道 在那过去的岁月里 去推演与进行 我今生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我给了他自主的意识 给了这分身一切自由 在这么做了后 我忽然发现 一切都清晰了 钱是吗 你所说的钱是 是我亲自送去的杀戮分身 你所说的这仙纲大陆 是虚幻的 现在 我可以告诉你 仙纲大陆 不是一场梦 不是一场虚幻 我亡灵 不是转世 我出生在朱雀星 走到如今 我 就是我 你之所以会这么认为 甚至有一些人 也如此认为 正是因为 我的杀戮真身 在过去的岁月中 成功地改变了一些什么 我不知道 我的这具杀戮分身 在过去的岁月 都做了什么 也不知道 他如今在了何处 但当我看到 这极穷的头骨时 我在那上面 看到了他的杀戮神石 看到了他 按照我当年的要求 留给我的一个 让李木婉苏醒的方法 那神石内 清晰地告诉了我 杀戮分身在过去的岁月里 逆转了天地 借来了一个罗盘 这个罗盘 是复活网的关键 他把那罗盘放在这仙纲大陆上 曾数次地进入其内 但每一次踏入 都会很快消散 直至他最后一次 如轮回般 再次来到这太古神境 他在消散前 完成了 我给予他的意志 轰开了此盘 让此盘不完整的同时 也释放出了 这定戒罗盘的气灵 也就是你了 亡灵看着天韵子 对方在听到这一切后 身子剧烈地颤抖 眼中露出无法置信之色 更蕴含了难以形容的恐惧 不可能 这不可能 这就是我的方法了 把你释放出来 以你身为定戒罗盘的 此戒本源 来复活我的妻子 轮回就在那里 你参悟透彻 他便是因你意而动 你参悟不出 就说 他是前生转世 他是一个圆圈 他本就存在 你能看到 能感受到 如末智的话语 如红蝶的记忆 如你在到古荒山 认出了陆末 古祖与先祖 他们参悟不透轮回 以为这一切是虚幻的 是虚假的 他们问道尔王 这就是轮回 参悟透了 就是一个圆圈罢了 可以随意地走去 随意地选择一个点 信手捏来 亡灵摇头 平静地看着天韵子 你在算计我 却不知 这一切 在结尾的时候 是我在算计你 如灯火阑珊处的 漠然回首 不可能 这一切不可能是这样 我亲眼看到 你在前世的一幕幕 我亲眼看到 你借来我所在的罗盘 亲眼看到 你带着罗盘沉入梦岛 我更是亲眼看到 你在一次次的轮回转世中 走到了这一步 走入罗盘内消散 天韵子好似疯癫 他算计了一辈子 但依旧 还是在这最后的关头 算错了 他从当年罗盘 被轰开释放出来后 本以为这是一场意外 却没想到 这一切 是眼前这个亡灵的计划 不可能 我不信 天韵子气候 其庞大的身躯 化作了一团 遮盖天空的黑雾 猙獰地直奔王林而去 似要将其吞噬 亲眼看到的 不一定是真 因为你看不到轮回 它就在那里 你懂便是懂 不懂 永远也不会明白 王林摇头 本章少了一千字 留到明天吧 本章完 第2044章 灯火阑珊 玩 醒来吧 小说 仙妮 作者 耳根 天韵子的声音 在这太古神境内回荡 从这飘着七彩雪花的山峰中 向着八方散去 其庞大的身子 此刻化作滔天黑雾 带着其不甘 带着其疯狂 直奔王林而来 他不甘心 他等待了那么长的时间 等待了一次次的轮回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可是却没想到一切竟是这样 王林骗过了所有人 即便是他天韵子 也从未想到 一切原来不是王林的梦 而是那露默的道 天韵子 此刻内心充满了一种荒诞的感觉 这种感觉足以让他发狂 他身为这定界罗盘的气灵 曾经在这定界罗盘中 亲眼看到了王林一次次的轮回来到这里 一次次的消散 直至那最后一次 他亲眼看到王林轰开了这罗盘 在其消散后 他天韵子 从这罗盘内走出 再走出的那一刹那 他狂喜地仰天大笑 他不知道自己的来历 在他的记忆中 他在无数岁月前 第一次苏醒时 就成为了定界罗盘的气灵 他也不知道 这定界罗盘 是谁创造出来 没有记忆的他 在此盘内茫然了很久很久 直至看到了王林借此盘借来 看到了王林在那轮回中 一次次的消散 直至他被释放出来 在放出的一瞬 他被一种说不出的喜悦 充斥了全身 他觉得自己即将要获得了自由 他不愿意在那罗盘内 如囚禁一般 继续存在下去 所以 他想要夺赦 他要夺赦王林 在他看来 这仙纲大陆一切众生 都是虚假的 唯有王林是真实的 有真实的身躯 所以 他要夺赦 且在他分析 一旦自己夺赦成功 具备了王林的肉身 他将会完整地成为 踏天境之休 到了那个时候 他就可以真正地自由 再也不用被困在这罗盘内 成为气灵 虽然有时候 他觉得 自己除了是气灵外 似也还是此盘的守护者 但无论如何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自由 他甚至已经想好了 一旦自己获得了自由 一旦自己成功地夺赦 他要去寻找自己的来临 寻找到底是谁 让自己成为了这气灵 甚至在他看去 夺赦成功后 这定界罗盘 也会成为他的智强法宝 此物 他身为气灵 比任何人都知晓气强大 且此物除了气强大外 最重要的一个作用 就是可以让人离开逆尘界 至于这定界罗盘的来历 他也曾想过 只是一片模糊 没有记忆 他不知道 此物是谁创造出来 如不知道自己 为何会在里面一样 他只知道 这一切 在自己成功地自由后 一定要去寻找一个答案 可此刻 他的种种打算 却是在亡灵那一番话语中 完全崩溃 他没有了希望 只剩下了绝望与愤怒 还有恐惧与不甘 他疯狂地冲向王灵 那滔天的黑雾 发出尖锐的呼啸 在临近王灵的一刹那 他看到了王灵脸上 露出了淡淡的微笑 王灵抬起了右手 看着笼罩在前方 扑来的黑雾 轻轻一挥 当我掌握了轮回时 我已然踏天 王灵平静开口 挥手间 却见那滔天的黑雾 在其面前立刻发出 磁磁的声音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大范围的消散 我不甘心 王灵 我不甘心啊 天蕴子凄厉地惨叫 那消散中的雾气翻滚 最终凝聚出了一个硕大的头颅 此头颅的样子 与天蕴子迥然 他相貌堂堂 看起来是一个中年男子 在他的眉心中 有一个五角星图案闪烁 隐隐地 似在那五角星图案内 有一只鹤的虚影挣扎 这一切只是 刹那就散去 那中年男子的头骨散开 卷动了此刻残存的 所有黑色雾气 于瞬息间 化作了一只巨大的黑鹤 那黑鹤仰天七思 直奔王灵再次冲来 在其临近的一瞬 王灵双目露出寒光 他身子向前迈出一步 右手默然抬起 在那黑雾锁化之鹤来临中 一把掐住了此鹤的脖子 那黑鹤不断地挣扎 嘶吼中 王灵眼中金光一闪 右手狠狠地一握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这整个太古神经大地 剧烈一颤 天空更是浑浊起来 那黑鹤 全身崩溃 天蕴子的神石混乱 随着那黑鹤的崩溃 就此瓦解 在其最后的一丝神智毁灭前 他似想起了一些往事 想起了一些在他的记忆内 他本以为不存在的思绪 道臣见 我的家乡 天蕴子南南 神石全部散去 彻底地死亡 齐赫生化作无数黑气散开 在那诸多的黑气内 有一道明显的灰气 一飞而出 直奔后方 在亡灵的目光下 他看到那灰气冲入那与天连接的桥 融入进桥后那虚幻之内 不见踪影 这灰气上 没有天蕴子的气息 目光一闪 但亡灵却没有丝毫意外 仿若早就知晓这灰气的存在一样 只看一眼 就没再去理会 而是右手手掌伸开后 向着那散开的黑气 使劲一握 这一握之下 却见那黑气从扩散中 漠然倒卷凝聚 在这不断的凝聚下 与亡灵的手心内 缩成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气团 这气团的颜色 不是黑 而是酒色缭绕 极为美丽 一介本源 亡灵看着手心内的气团 目中不再平静 而是露出了激动 他深吸口气 左手虚空一挥 顿时一具棺木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那棺木内沉睡着一个女子 相貌并非绝美 但却透出一股温柔 他闭着眼 一动不动 婉儿 我曾说过 天让你死 我也要把你抢回来 亡灵摸着那女子的脸 喃喃中眼内流下了泪水 那泪水滴落 滴在了女子的脸上 顺着其脸颊 躺入其嘴角 我做到了 婉儿 数千年的时间 我做到了 亡灵神色柔和 把右手上的那九色气团 轻轻地按在了这女子的眉心 默默地看着那气团融入女子体内 静静地看着她 如时间成为了永恒 只是她的神色 却是带着在她身上极为罕见的紧张 亡灵此刻很紧张 她咬着下唇 望着那女子 婉儿 活过来 活过来 睁开眼 睁开眼看看我 亡灵轻抚着李木碗的秀发 喃喃不断 羞摸海外的一次相遇 如园定了三声 不忘 不弃 那一次呼救的柔弱 那带着彷徨的双眸 在那一刻 让在那地底顿走 发现不妙后 隐藏身影的亡灵 犹豫了一下 抬起了头 如果 她没有抬头 或许 一切都将不一样了 羞摸海中的数年 在睁开眼的一瞬 她看到的 那在洞口处娇弱但却坚韧的身影 她的心 颤动了一下 那一句不要怕 我带你去杀人 她不知是如何说出 只是知道 在那一瞬 这话语 是自然而然的 那青龙大镇上 以心血刻着鳞片 化作保命欲捡的胶躯 那苍白的脸 让她心痛 但背负着血海深仇的她 却只能闭上眼 告诉自己 忘记 云天宗内的一幕 当听着那晴音 看着那阁楼内的女子身影 看着那身影中蕴藏着萧瑟 王林知道 自己 忘不掉 我左手是修摩海短暂的因果 右手一个百年末长的打坐 婉儿 睁开眼 醒来吧 还有平儿 她也会苏醒 你会喜欢这孩子的 王林流着泪 喃喃着 岁月亦没有等我 何时来带我走 婉儿 我是王林 我们是夫妻 让我来带你走 王林眼中的泪水 更多了 她望着李木婉 她等了数千年 只为这一天 那山谷内的温馨 那回头时看到的身影 那一幕幕往事 在王林的脑海内 永恒一样 她无法忘记 她不愿忘记 她不能忘记 直至她看着李木婉红颜白发 渐渐衰老 慢慢地走完了余生 在闭上双眼的那一瞬 王林的心 从未有过的痛 她如发狂一样 她不能让李木婉 就这样地离去 她要将其抢回来 在失去以后 想要再拥有 哪怕结果是 一次次触动封尘的记忆 哪怕一次次 走在那悲伤的深渊 也无怨无悔 婉儿 醒过来 婉儿 王林看着那沉睡的女子 泪流不止 我颠覆了整个天地 只为了摆正你的倒影 我逆转了整个苍穹 只为了那天 遮不住你要睁开的双眼 我轰开了无穷虚无 只为了打开一条路 让你找到回家的方向 婉儿 我是你的丈夫 我要你睁开眼 苏醒 王林仰天气吼 时间已经过了很久 但那棺木内的女子 却是依旧闭着眼 这让王林无法接受 也绝不能接受 不要哭 在王林抬头气吼的一瞬 一只带着温暖的御手 缓缓地抬起 摸到了王林的脸 王林全身一震 低头中 她看到了睫毛轻颤 睁开了眼的领木碗 那双眸内 蕴含了数千年依旧的温柔 还有那 让人心疼的联系 感谢Tony Young H77 销魂的7374 超级大胖 心知所感 青江香茶 Q名落月新颖 晨光露西法八位道友的冬日热情 登陵仙逆盟主之列 祝王林一步踏天 尔根万分感谢 特请各位畅饮大牛家果子酒 愿诸位新年新气象 一步一登高 本章完 第2045章 灯火阑珊 莫然回首 结局 小说 仙逆 作者 尔根 太古神境 那圆形的大地上 正中心的位置 这座飘着七彩雪花的山上 有两个身影 那是王林与李木碗 他们站在那里 看着不远处那座桥 轻声说着话语 王林的墓中带着柔和 看着李木碗神色内的温柔 这一幕 他等了很久很久 等了数千年 终于再现 那飘落的七彩的雪 没有了悲哀的含义 与王林在那十股祖庙内分神中 看到的那一幕 完全的不一样了 这是一个漫长的故事 娃儿 等我们离开后 寻找一个平凡的地方 让我用一辈子的时间 来给你讲这个故事 好吗 还有平儿 还有他的妻子清姨 你一定会喜欢他们的 王林轻声开口 李木碗轻点情手 他望着眼前这个男子 他的脸和以前一样 只是 在他看去 却是有了沧桑与岁月隐藏的痕迹 他可以想象得到 为了让自己苏醒 王林付出了多少艰辛 付出了多少代价 现在 让我带着你 一起踏天 王林抬头 看着那不远处的桥 双目露出了数千年最明亮的光芒 那目中没有了哀伤 他拉着李木碗的手 在他苏醒后 他就从未松开 他怕一旦松开 就又找不到了 他们二人的身影 渐渐向前走去 走上了那座踏天之桥 向着桥的尽头 那与天幕连接的虚幻 一步步地走去 李木碗也拉着王林的手 一辈子都不想松开 他可以感受到 那手心内传来的温暖 让他的心 有了阔别数千年的温馨与安宁 他们的身影 渐渐走去 走到了那桥的尽头 在将要踏入进去的一瞬 王林脚步顿了一下 他的左手抬起 向着身后那大的一挥 这一挥之下 却见三道长虹凭空出现 直奔着大地而起 那第一道长虹内 是半个罗盘 它与大地融合 使得这圆形的大地轰鸣 那之前四虚幻的另一半 顿时真实起来 使得这大地上的 无数裂缝山脉所化的刻度与符纹 爆发出了刺目的光芒 在完整后 隐隐似展开了运转 那第二道长虹内 是一个巨大的指针 它飘浮而起 急速下沉中 与那飘着七彩雪花的山融合 指针于这圆形大地转圈横扫 一股磅礴之力 从这大地内扩散出来 轰鸣惊天 那第三道长虹内 是一个珠子 一个白色的珠子 天秘 它飘浮在这天地间 散发出柔和的光芒 它的出现 顿时让这整个大地 这定界罗盘 似有了完整 瘦 王林轻声开口 在其话语传出的一瞬 却见这大地在那轰鸣间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急速缩小 更有大量的雾气缭绕 片刻后 整个大地消失 那飘落七彩雪花的山峰消失 这天地的一切存在 除了王林与李木丸所在的那座桥 全部都散去 化作了一个巴掌大小的罗盘 那罗盘嗡鸣 飘浮在王林的左手之上 不断地旋转中 再次缩小 最终 出现在王林手心内的 依旧还是 那天逆珠子 天逆珠 是这定界罗盘最关键的部分 同样也是 与定界罗盘完整后所画的样子 没有区别 握着此珠 王林回头看去 它看不到天 看不到地 所看只是一片虚无 在那虚无的尽头 它还看到了一个身影 那是古道 古道呆呆地望着这一切 它也看到了这片虚无内 唯一存在的一座桥 还有那桥上的两个身影 这就是答案 古道难难 神色露出复杂 王林微微一笑 右手一挥中 古道的身后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那漩涡内 是仙纲大陆 古道沉默片刻 向着王林深深一拜 走入那漩涡内 消失无影 在它离去后 王林拉着同样看到了那身影 但却没有闻讯的鲤木碗 走入到了那桥的尽头 消失在了那虚幻中 随着王林的离去 那桥也渐渐地化作了金光 散开后 与这里的虚无融合 不见了 这是一片如桃园般的地方 远处有一间亭县 其内有一张石桌 两个石椅 桌子旁的一处石椅上 此刻坐着一个背对着王林之人 此人穿着灰袍 满头灰发 看不到样子 此人身后 站着一人 似仆丛一般 王林拉着李木碗 从虚屋内凭空走出 来到了这如桃园的地方 在他带着李木碗走出的瞬间 那仆丛转过身 看着王林 脸上露出了微笑 王林看着此仆丛 对方的样子略有苍老 但他依旧一眼认出了此人 林天侯 王林缓缓开口 是 也不是 那扑从老者摇头 没有开口 说话的 是那背对着王林的灰衣人 他转过身了 含笑看着王林 这位想必就是王夫人了 果然与王道有很是般配的样子 那灰衣人看着王林 微笑说道 李木碗神色平静 没有说话 他站在王林身边 平静地看着那灰衣人 王林望着那开口的灰衣人 忽然笑了起来 拉着李木碗走上前去 在那老者的对面 大袖一甩 顿时那仅剩一个的石椅 出现了重叠 化作了两个 与李木碗一起坐了下来 在他与那灰衣人之间的石桌上 摆着一副棋盘 棋上黑白二子错落 显然是一副残局的样子 你的分身 当年和我吓到一半就离开了 我等了这么多年 重把你等来 我们接着下吧 那灰衣人微笑 拿起一粒黑子 放在了棋盘上的一处地方 你是守护者 王林看了一眼棋盘后 望着那灰衣人 我是 你也是 那灰衣人抬头 含笑开口 天蕴子是气灵 我在他的身上 自然留有一道神念 也就是你看到的灰衣天蕴子了 那灰衣人的相貌 赫然就是与天蕴子 一模一样 只不过给王林的感觉 却是不同 如对方所说 那是灰衣的天蕴子 如七彩剑 最早是你的分身创造的一样 后来被那气灵发现 借以利用 我本也觉得好奇 如今也才知道 轮回在你看去 竟如此简单 那七彩剑的一个个仿造的天蕴株 不正是你的杀戮分身 想要知晓 那缺少的一个为何物的猜测 与一次次尝试的根源吗 那一个个明智道经也好 结经也罢 不正是你一生的经历吗 奉执修真行 这个真字 代表了轮回中的真我 这句话的含义 是从此之后 让世间众生 去在那轮回中 寻找真我的道路 去走出轮回 那灰衣人目中露出赞叹 缓缓开口 我没有名字 如果我是这逆尘界 第一个踏天境 而你 就是第二个 在你我之间 众生皆没有人可以踏天而来 除了你的那句分身 灰衣人微笑说道 定界罗盘 是你创造的 那气灵 是你封印在内的 亡灵沉默片刻 拉着灵木丸的手 始终没有松开 看着那灰衣人 问道 第四步为踏天 是逆尘界的巅峰 可是 宇宙苍穹四大界 还是有人走到了第五步 一或者第六步 在我来到这里之前 就有了这幅棋盘 下棋吧 该你了 灰衣人轻声开口 亡灵沉默了少请 微微一笑 左手抬起 在他的手心内 本就有一个白色的珠子 拿着这个白子 把它放在了棋盘上的一处地方 在这白子落下的刹那 整个棋盘默然一变 那白子黑子自行点落 好似在推演一样 最终 当李木丸野宁神看去时 那棋盘内的所有黑白二子 全部融合在了一起 只化作了两子 一黑 一白 白子与亡灵这方 黑子与那灰衣人那边 明白了吗 亡灵抬头 看着那灰衣人 明白了 灰衣人沉吟了片刻 轻叹一声 点了点头 亡灵微笑 站起了身 拉着李木丸 没有回头 去看那二人与棋盘 而是身子向前一步 迈去 与李木丸 消失在了这里 随着他的消失 那棋盘上的白子也慢慢虚幻 最终消失 似随王灵而去 王灵离开了 带着李木丸 仙冈大路上 除了古道外 再没有人知晓 太古神境内的一切 古族大地 一处平静的山峰上 王灵盘膝坐在那里 李木丸在其身后 温柔地看着他 王灵坐在这里 已经数日了 他似在等着什么 李木丸不知道 他也不想知道 只要王灵在身边 他就已经满足了 不过在他的心底 却还是有一个疑问 他想等王灵醒来时 去问一下 又过了三天 在这一日的黄昏 天空一片昏暗时 王灵睁开了眼 他望着天空 在那天空上 在那仙缸大陆外 此刻 出现了一个穿着黑衣 拥有一头长长黑发的男子 在他的身上 充满了一股杀戮与毁灭 他站在仙缸大陆外 目光透着冷漠 看到了 那仙缸大陆上 在古族的大地内 望着自己的目光 他的样子 与王灵一模一样 沉默片刻 这黑衣男子身子一晃 冲入进了仙缸大陆 化作一道黑芒 直奔古族大地 来到了 那王灵所在的山峰 站在王灵的身前 他看到了李木婉 冷漠的目光有了柔和 你本可以不来 王灵看着眼前 这个黑衣杀戮分身 黑衣男子沉默 右手抬起 断了一丝自己的黑发 松开手 那黑发飘起 渐渐化作了白色 在这白色的发丝 出现的瞬间 王灵右手抬起 在他的手中 也出现了一根白发 只不过这白发 他在出现后 渐渐地散去了 黑衣男子 再次看了一眼李木婉 闭上了眼 化作了一片黑气 抹去了自身的灵质 融入到了王灵的体内 王灵吸收了全部的黑气 体内再次凝聚出了杀戮真身 他回头看着李木婉 忽然明白了 为何这陆末在拥有了灵质后 依旧选择散去 选择与自己重新融合 对我来说 是五百年 对他来说 是无数次的轮回 看我干什么 李木婉微笑 看到他了吗 王灵忽然问道 谁 李木婉一正 他方才 什么也没有看到 没什么 我们走吧 你不是想看到 王萍和他的妻子吗 我们去一个 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开始平凡的生活 王灵站起身 笑道 不修行了 李木婉眨了眨眼 起身站在王灵身旁 修行在心 找到了真我 哪里都是一样 王灵哈哈一笑 抱着李木婉 二人化作一道长红 向着黄昏过后 暗下来的天空飞去 王灵 在那棋局结束后 你们说的明白了什么 我有些听不懂 到底明白了什么 李木婉的声音 轻柔地回荡 二人渐渐远去 在那天的尽头 慢慢消失了 他们没有看到 此刻 在这山下不远 那黑石城内的一处角落中 一个穿着白衣的女子 背对着万家灯火 她抬着头 望着天空上远去的长红 眼角流下了泪水 那泪水滑过她的脸颊 滴落在了衣衫上 忘记吧 一切都忘记吧 潜意识的鱼儿 就是这样 在那水中 看着飞鸟渐渐远去的 那女子男男 眼中有了朦胧 那水中的鱼儿在哭泣 只是眼泪融化在了水里 飞鸟似看不到 潜意识 我们是飞鸟与鱼 但这一世 我们不是 在这女子的身后 突然出现了一个柔和的声音 这女子郊躯一阵 她默然回首 看到了灯火阑珊处 那个微笑望着自己的身影 全书中 敲下这三个字时 内心惆怅 几天后 我会写下一个后继 可以提前告诉大家的 是新书的发布日期 会在2月20号的老时间 准时 新书还是仙霞 我准备了近一年的时间 是一个与仙霞不同的故事 一个我每次想到 都会兴奋的人生 在那个时候 我们再起风云 后天10号晚上8点 会在歪歪里和大家聚下 有时间一定要去 本章完 第2046章 灯火阑珊 玩 醒来吧 小说 仙霞 作者 耳根 天韵子的声音 在这太古神境内回荡 从这飘着七彩雪花的山峰中 向着八方散去 其庞大的身子 此刻化作滔天黑雾 带着其不甘 带着其疯狂 直奔亡灵而来 他不甘心 他等待了那么长的时间 等待了一次次的轮回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可是却没想到 一切尽是这样 亡灵骗过了所有人 即便是他天韵子 也从未想到 一切 原来不是亡灵的梦 而是那露默的道 天韵子 此刻内心充满了一种荒诞的感觉 这种感觉足以让他发狂 他身为这定界罗盘的气灵 曾经在这定界罗盘中 亲眼看到了亡灵一次次的轮回来到这里 一次次的消散 直至那最后一次 他亲眼看到亡灵轰开了这罗盘 在其消散后 他天韵子 从这罗盘内走出 再走出的那一刹那 他狂喜地仰天大笑 他不知道自己的来历 在他的记忆中 他在无数岁月前 第一次苏醒时 就成为了定界罗盘的气灵 他也不知道 这定界罗盘 是谁创造出来 没有记忆的他 在此盘内茫然了很久很久 直至看到了亡灵借此盘借来 看到了亡灵在那轮回中 一次次的消散 直至他被释放出来 在放出的一瞬 他被一种说不出的喜悦 充斥了全身 他觉得自己即将要获得了自由 他不愿意在那罗盘内 如囚禁一般 继续存在下去 所以 他想要夺赦 他要夺赦亡灵 在他看来 这仙纲大陆一切众生 都是虚假的 唯有亡灵是真实的 有真实的身躯 所以 他要夺赦 且在他分析 一旦自己夺赦成功 具备了亡灵的肉身 他将会完整地成为 踏天境之羞 到了那个时候 他就可以真正地自由 再也不用被困在这罗盘内 成为气灵 虽然有时候 他觉得 自己除了是气灵外 四野还是此盘的守护者 但无论如何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自由 他甚至已经想好了 一旦自己获得了自由 一旦自己成功地夺赦 他要去寻找自己的来临 寻找到底是谁 让自己成为了这气灵 甚至在他看去 夺赦成功后 这定界罗盘 也会成为他的智强法宝 此物 他身为气灵 比任何人都知晓其强大 且此物除了其强大外 最重要的一个作用 就是 可以让人离开逆尘界 至于这定界罗盘的来历 他也曾想过 只是一片模糊 没有记忆 他不知道 此物是谁创造出来 如不知道自己 为何会在里面一样 他只知道 这一切 在自己成功地自由后 一定要去寻找一个答案 可此刻 他的种种打算 却是在亡灵那一番话语中 完全崩溃 他没有了希望 只剩下了绝望与愤怒 还有恐惧与不甘 他疯狂地冲向亡灵 那滔天的黑雾 发出尖锐的呼啸 在临近亡灵的一刹那 他看到了亡灵脸上 露出了淡淡的微笑 亡灵抬起了右手 看着笼罩在前方 扑来的黑雾 轻轻一挥 当我掌握了轮回时 我已然踏天 亡灵平静开口 挥手间 却见那滔天的黑雾 在其面前 立刻发出瓷瓷的声音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大范围的消散 我不甘心 亡灵 我不甘心啊 天蕴子凄厉地惨叫 那消散中的雾气翻滚 最终凝聚出了一个硕大的头颅 此头颅的样子 与天蕴子迥然 他相貌堂堂 看起来是一个中年男子 在他的眉心中 有一个五角星图案闪烁 隐隐地 似在那五角星图案内 有一只鹤的虚影挣扎 这一切只是 刹那就散去 那中年男子的头骨散开 卷动了此刻残存的所有黑色雾气 于瞬息间 化作了一只巨大的黑鹤 那黑鹤仰天七思 直奔王林再次冲来 在其临近的一瞬 王林双目露出寒光 他身子向前迈出一步 右手默然抬起 在那黑雾所化之鹤来临中 一把掐住了此鹤的脖子 那黑鹤不断地挣扎 嘶吼中 王林眼中金光一闪 右手狠狠地一握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这整个太古神经大地剧烈一颤 天空更是浑浊起来 那黑鹤 全身崩溃 天蕴子的神石混乱 随着那黑鹤的崩溃 就此瓦解 在其最后的一丝神智毁灭前 他似想起了一些往事 想起了一些在他的记忆内 他本以为不存在的思绪 道臣见 我的家乡 天蕴子南南 神石全部散去 彻底地死亡 其赫生化作无数黑气散开 在那诸多的黑气内 有一道明显的灰气 一飞而出 直奔后方 在王林的目光下 他看到那灰气 冲入那与天连接的桥 融入进桥后 那虚幻之内 不见踪影 这灰气上 没有天蕴子的气息 目光一闪 但王林却没有丝毫意外 仿若早就知晓这灰气的存在一样 只看一眼 就没再去理会 而是右手手掌伸开后 向着那散开的黑气 使劲一握 这一握之下 却见那黑气从扩散中 漠然倒卷凝聚 在这不断的凝聚下 与王林的手心内 缩成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气团 这气团的颜色 不是黑 而是酒色缭绕 极为美丽 一介本源 王林看着手心内的气团 目中不再平静 而是露出了激动 她深吸口气 左手虚空一挥 顿时一具棺木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那棺木内沉睡着一个女子 相貌并非绝美 但却透出一股温柔 她闭着眼 一动不动 玩 我曾说过 天让你死 我也要把你抢回来 王林摸着那女子的脸 喃喃中眼内流下了泪水 那泪水滴落 滴在了女子的脸上 顺着其脸颊 躺入其嘴角 我做到了 玩 数千年的时间 我做到了 王林神色柔和 把右手上的那九色气团 轻轻地按在了这女子的眉心 默默地看着那气团 融入女子体内 静静地看着她 如时间成为了永恒 只是她的神色 却是带着在她身上 极为罕见的紧张 王林此刻很紧张 她咬着下唇 望着那女子 玩 活过来 活过来 睁开眼 睁开眼看看我 王林轻抚着李木碗的秀发 喃喃不断 休魔海外的一次相遇 如原定了三声 不忘 不弃 那一次呼救的柔弱 那带着彷徨的双眸 在那一刻 让在那地底顿走 发现不妙后 隐藏身影的王林 犹豫了一下 抬起了头 如果 她没有抬头 或许 一切都将不一样了 休魔海中的数年 在睁开眼的一瞬 她看到的 那在洞口处娇弱 但却坚韧的身影 她的心 颤动了一下 那一句不要怕 我带你去杀人 她不知是如何说出 只是知道 在那一瞬 这话语 是自然而然的 那青龙大阵上 以心血刻着鳞片 化作保命欲捡的胶躯 那苍白的脸 让她心痛 但背负着血海深仇的她 却只能闭上眼 告诉自己 忘记 云天宗内的一幕 当听着那晴音 看着那阁楼内的女子身影 看着那身影中 蕴藏着萧瑟 王林知道 自己 忘不掉 我左手是修摩海短暂的英国 右手一个百年末长的打坐 婉儿 睁开眼 醒来吧 还有平儿 她也会苏醒 你会喜欢这孩子的 王林流着泪 喃喃着 岁月亦没有等我 何时来带我走 婉儿 我是王林 我们是夫妻 让我来带你走 王林眼中的泪水 更多了 她望着李木婉 她等了数千年 只为这一天 那山谷内的温馨 那回头时看到的身影 那一幕幕往事 在王林的脑海内 永恒一样 她无法忘记 她不愿忘记 她不能忘记 直至她看着李木婉红颜白发 渐渐衰老 慢慢地走完了余生 在闭上双眼的那一瞬 王林的心 从未有过的痛 她如发狂一样 她不能让李木婉就这样地离去 她要将其抢回来 在失去以后 想要再拥有 哪怕结果是 一次次触动封尘的记忆 哪怕一次次走在那悲伤的深渊 也无怨无悔 婉儿 醒过来 婉儿 王林看着那沉睡的女子 泪流不止 我颠覆了整个天地 只为了摆正你的倒影 我逆转了整个苍穹 只为了那天 遮不住你要睁开的双眼 我轰开了无穷虚无 只为了打开一条路 让你找到回家的方向 婉儿 我是你的丈夫 我要你睁开眼 苏醒 王林仰天气吼 时间已经过了很久 但那棺木内的女子 却是依旧闭着眼 这让王林无法接受 也绝不能接受 不要哭 在王林抬头气吼的一瞬 一只带着温暖的御手 缓缓地抬起 摸到了王林的脸 王林全身一震 低头中 他看到了睫毛轻颤 睁开了眼的李木丸 那双眸内 蕴含了数千年依旧的温柔 还有那 让人心疼的联系 感谢Tony Young H77 销魂的7374 超级大胖 心知所感 青江香茶 Q名落月新颖 陈光路西法八位道友的冬日热情 灯铃仙逆盟主之列 祝王林一步踏天 耳根万分感谢 特请各位畅饮大牛家果子酒 愿诸位新年新气象 一步一登高 本章完 第2047章 灯火阑珊 默然回首 结局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太古神境 那圆形的大地上 正中心的位置 这座飘着七彩雪花的山上 有两个身影 那是王林与李木丸 他们站在那里 看着不远处那座桥 轻声说着话语 王林的墓中带着柔和 看着李木丸神色内的温柔 这一幕 他等了很久很久 等了数千年 终于在线 那飘落的七彩的雪 没有了悲哀的含义 与王林在那十股祖庙内 分神中 看到的那一幕 完全的不一样了 这是一个漫长的故事 娃儿 等我们离开后 寻找一个平凡的地方 让我用一辈子的时间 来给你讲这个故事 好吗 还有平儿 还有他的妻子轻姨 你一定会喜欢他们的 王林轻声开口 李木丸轻点擒手 他望着眼前这个男子 他的脸和以前一样 只是 在他看去 却是有了沧桑与岁月隐藏的痕迹 他可以想象得到 为了让自己苏醒 王林付出了多少艰辛 付出了多少代价 现在 让我带着你 一起踏天 王林抬头 看着那不远处的桥 双目露出了数千年最明亮的光芒 那目中没有了哀伤 他拉着李木丸的手 在他苏醒后 他就从未松开 他怕一旦松开 就又找不到了 他们二人的身影 渐渐向前走去 走上了那座踏天之桥 向着桥的尽头 那与天幕连接的虚幻 一步步地走去 李木丸也拉着王林的手 一辈子都不想松开 他可以感受到 那手心内传来的温暖 让他的心 有了阔别数千年的温馨与安宁 他们的身影 渐渐走去 走到了那桥的尽头 再将要踏入进去的一瞬 王林脚步顿了一下 他的左手抬起 向着身后那大的一挥 这一挥之下 却见三道长虹凭空出现 直奔着大地而起 那第一道长虹内 是半个罗盘 它与大地融合 使得这圆形的大地轰鸣 那之前似虚幻的另一半 顿时真实起来 使得这大地上的无数裂缝山脉 所画的刻度与符纹爆发出了刺目的光芒 在完整后 隐隐四展开了运转 那第二道长虹内 是一个巨大的指针 它飘浮而起 急速下沉中 与那飘着七彩雪花的山融合 指针于这圆形大地转圈横扫 一股磅礴之力 从这大地内扩散出来 轰鸣惊天 那第三道长虹内 是一个珠子 一个白色的珠子 天逆 它飘浮在这天地间 散发出柔和的光芒 它的出现 顿时让这整个大地 这定界罗盘 似有了完整 瘦 王林轻声开口 在其话语传出的一瞬 却见这大地在那轰鸣间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急速缩小 更有大量的雾气缭绕 片刻后 整个大地消失 那飘落七彩雪花的山峰消失 这天地的一切存在 除了王林与李木丸所在的那座桥 全部都散去 化作了一个巴掌大小的罗盘 那罗盘 翁鸣 漂浮在王林的左手之上 不断地旋转中 再次缩小 最终 出现在王林手心内的 依旧还是 那天逆珠子 天逆珠 是这定界罗盘 最关键的部分 同样也是 与定界罗盘完整后 所画的样子 没有区别 握着此珠 王林回头看去 他看不到天 看不到地 所看只是一片虚无 在那虚无的尽头 他还看到了一个身影 那是古道 古道呆呆地望着这一切 他也看到了这片虚无内 唯一存在的一座桥 还有那桥上的两个身影 这就是答案 古道难难 神色露出复杂 王林微微一笑 右手一挥中 古道的身后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那漩涡内 是仙缸大陆 古道沉默片刻 向着王林深深一拜 走入那漩涡内 消失无影 在他离去后 王林拉着 同样看到了那身影 但却没有文讯的鲤木碗 走入到了那桥的尽头 消失在了那虚幻中 随着王林的离去 那桥 也渐渐地化作了金光 散开后 与这里的虚无融合 不见了 这是一片如桃源般的地方 远处有一间亭械 其内有一张石桌 两个石椅 桌子旁的一处石椅上 此刻坐着一个背对着王林之人 此人穿着灰袍 满头灰发 看不到样子 此人身后 站着一人 似仆从一般 王林拉着鲤木碗 从虚屋内凭空走出 来到了这如桃源的地方 在他带着鲤木碗走出的瞬间 那仆从转过身 看着王林 脸上露出了微笑 王林看着此仆从 对方的样子略有苍老 但他依旧一眼认出了此人 林天侯 王林缓缓开口 是 也不是 那仆从老者摇头 没有开口 说话的是那背对着王林的灰衣人 他转过身了 含笑看着王林 这位想必就是王夫人了 果然与王道有很是般配的样子 那灰衣人看着王林 微笑说道 李木碗神色平静 没有说话 他站在王林身边 平静地看着那灰衣人 王林望着那开口的灰衣人 忽然笑了起来 拉着李木碗走上前去 在那老者的对面 大袖一甩 顿时那仅剩一个的石椅 出现了重叠 化作了两个 与李木碗一起坐了下来 在他与那灰衣人之间的石桌上 摆着一副棋盘 其上黑白二子错落 显然是一副残局的样子 你的分身 当年和我吓到一半就离开了 我等了这么多年 终把你等来 我们接着下吧 那灰衣人微笑 拿起一粒黑子 放在了棋盘上的一处地方 你是守护者 王林看了一眼棋盘后 望着那灰衣人 我是 你也是 那灰衣人抬头 含笑开口 天韵子是气灵 我在他的身上 自然留有一道神念 也就是你看到的 灰衣天韵子了 那灰衣人的相貌 赫然就是与天韵子 一模一样 只不过给王林的感觉 却是不同 如对方所说 那是灰衣的天韵子 如七彩剑 最早是你的分身创造的一样 后来被那七灵发现 借以利用 我本也觉得好奇 如今也才知道 轮回在你看去 竟如此简单 那七彩界的一个个仿造的天逆珠 不正是你的杀戮分身 想要知晓 那缺少的一个为何物的猜测 与一次次尝试的根源吗 那一个个明智道经也好 结经也罢 不正是你一生的经历吗 奉执修真行 这个真字 代表了轮回中的真我 这句话的含义 是从此之后 让世间众生 去在那轮回中 寻找真我的道路 去走出轮回 那灰衣人目中露出赞叹 缓缓开口 我没有名字 如果我是这逆尘界 第一个踏天境 而你 就是第二个 在你我之间 众生皆 没有人可以踏天而来 除了你的那句分身 灰衣人微笑说道 定界罗盘 是你创造的 那气灵 是你封印在内的 亡灵沉默片刻 拉着李木丸的手 始终没有松开 看着那灰衣人 问道 第四步为踏天 是逆尘界的巅峰 可是 宇宙苍穹四大界 还是有人走到了第五步 一或者第六步 在我来到这里之前 就有了这幅棋盘 下棋吧 该你了 灰衣人轻声开口 亡灵沉默了少请 微微一笑 左手抬起 在他的手心内 本就有一个白色的珠子 拿着这个白子 把他放在了棋盘上的一处地方 在这白子落下的刹那 整个棋盘默然一变 那白子黑子自行点落 好似在推演一样 最终 当李木丸眼宁神看去时 那棋盘内的所有黑白二子 全部融合在了一起 只化作了两子 一黑 一白 白子与亡灵这方 黑子与那灰衣人那边 明白了吗 亡灵抬头 看着那灰衣人 明白了 灰衣人沉吟了片刻 轻叹一声 点了点头 亡灵微笑 站起了身 拉着李木丸 没有回头 去看那二人与棋盘 而是身子向前一步 迈去 与李木丸 消失在了这里 随着他的消失 那棋盘上的白子 也慢慢虚幻 最终消失 似随亡灵而去 亡灵离开了 带着李木丸 仙纲大路上 除了古道外 再没有人知晓 太古神境内的一切 古足大地 一处平静的山峰上 亡灵盘膝坐在那里 李木丸在其身后 温柔地看着他 亡灵坐在这里 已经数日了 他似在等着什么 李木丸不知道 他也不想知道 只要亡灵在身边 他就已经满足了 不过在他的心底 却还是有一个疑问 他想等亡灵醒来时 去问一下 又过了三天 在这一日的黄昏 天空一片昏暗时 亡灵睁开了眼 他望着天空 在那天空上 在那仙纲大路外 此刻 出现了一个穿着黑衣 拥有一头长长黑发的男子 在他的身上 充满了一股杀戮与毁灭 他站在仙纲大路外 目光透着冷漠 看到了 那仙纲大路上 在古足的大地内 望着自己的目光 他的样子 与亡灵一模一样 沉默片刻 这黑衣男子身子一晃 冲入进了仙纲大路 化作一道黑芒 直奔古足大地 来到了 那亡灵所在的山峰 站在亡灵的身前 他看到了李木婉 冷漠的目光有了柔和 你本可以不来 亡灵看着眼前 这个黑衣杀戮分身 黑衣男子沉默 右手抬起 断了一丝自己的黑发 松开手 那黑发飘起 渐渐化作了白色 在这白色的发丝出现的瞬间 亡灵右手抬起 在他的手中 也出现了一根白发 只不过这白发在出现后 渐渐地散去了 黑衣男子再次看了一眼李木婉 闭上了眼 化作了一片黑气 抹去了自身的灵质 融入到了亡灵的体内 亡灵吸收了全部的黑气 体内再次凝聚出了杀戮真身 他回头看着李木婉 忽然明白了 为何这陆末在拥有了灵质后 依旧选择散去 选择与自己重新融合 对我来说 是五百年 对他来说 是无数次的轮回 看我干什么 李木婉微笑 看到他了吗 王灵忽然问道 谁 李木婉一正 他方才 什么也没有看到 没什么 我们走吧 你不是想看到 王萍和他的妻子吗 我们去一个 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开始平凡的生活 王灵站起身 笑道 不修行了 李木婉眨了眨眼 起身站在王灵身旁 修行在心 找到了真我 哪里都是一样 王灵哈哈一笑 抱着李木婉 二人 化作一道长红 向着黄昏过后 暗下来的天空飞去 王灵 在那棋局结束后 你们说的明白了什么 我有些听不懂 到底明白了什么 李木婉的声音 轻柔地回荡 二人渐渐远去 在那天的尽头 慢慢消失了 他们没有看到 此刻 在这山下不远 那黑石城内的一处角落中 一个穿着白衣的女子 背对着万家灯火 她抬着头 望着天空上远去的长红 眼角流下了泪水 那泪水滑过她的脸颊 滴落在了衣衫上 忘记吧 一切都忘记吧 潜意识的鱼儿 就是这样 在那水中看着飞鸟渐渐远去的 那女子男男 眼中有了朦胧 那水中的鱼儿在哭泣 只是眼泪融化在了水里 飞鸟似看不到 潜意识 我们是飞鸟与鱼 但这一世 我们不是 在这女子的身后 突然出现了一个柔和的声音 这女子郊躯一阵 她默然回首 看到了灯火阑珊处 那个微笑望着自己的身影 全书中 敲下这三个字时 内心惆怅 几天后 我会写下一个后继 可以提前告诉大家的 是新书的发布日期 会在二月二十号的老时间 准时 新书还是仙霞 我准备了近一年的时间 是一个与仙霞不同的故事 一个我每次想到 都会兴奋的人生 在那个时候 我们再起风云 后天十号晚上八点 会在歪歪里和大家聚下 有时间一定要去 本章完